彭博社授權 香港上市公司 大家午安 各位來賓 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大家好 也非常歡迎各位來臨 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 舉辦的鏈刀商資企業2017 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做Melody 也是大家今天的主事 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 是美國彭博社授權香港上市公司 應該傳播出版的一個商周刊 其實《繁體版》在2011年 已經在中國內地出版了 至於《繁體版》在2013年 在香港和台灣的地區 亦都相繼推出 為讀者帶來 相當有一個國際化 破格和巨視野的 精闢內容給大家 憑著有前瞻性的新聞中國 還有列鼠一格的設計風格 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 在《中港台》 《山地》亦都發行 在短短四年裡 已經押就得到社會上 各個界別的一些認同 除此之外 《繁盤兩版》 在《兩岸三地》 經過審核 法案已經超過了 有40萬本 相當之厲害了 除此之外 《繁體》的APP版本 下載量大約有80萬次 在蘋果商店 Apple Store的商業雜誌裡 是排名了 排名了由頭三位 作為區內 一個非常具影響力的財經雜誌 彭博商業周刊的中文版 今年再度舉辦了 年度上市企業2017 Listed Enterprises of the year 2017 更加引用了彭博數據分析的系統 評選了上市公司各方面的表現 由於公司 除了可以得到彭博數據的一些肯定之外 更加獲得了專業評審的認同 相當之不少 活動為上市的企業 還有商界領袖 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台 可以互相探討香港的經濟發展 以及各上市企業的一些人不相知 來到第二屆的年度上市企業的行業 相當之廣泛 包括了地產、銀行業務、金融、物務、運輸、物流 還有科技和機業等等 還有這些類似的 《銀行業務》中文版 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 可以幫助我們一眾的投資者 範圍一些高質素的上市企業 除此之外 更加可以為上市公司 建立一個互相加量 衝進共同成長的一個平台給大家 好了 講了這麼多 今天的典禮也正式開始了 我們首先舉行一個簡單而勞重的 祝福總議員正式了 好